北京时间12月18日,据美媒体报道,由于右膝盖挫伤詹姆斯,哈登差点无法参加昨天主场与熊鹿的比赛,但是他表示自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带伤上阵。 哈登是在前篇火箭战胜马次的比赛中不慎右膝盖被撞伤,他本来可能会缺席昨天的背靠背第二场,但他最终还是上场,而且得到全场最高的31分,并带领火箭取得13连胜。 我的感觉并不是很好,但是医生告诉我,虽然膝盖会感觉有点疼,但是你可以带伤打球。 哈登在接受采访时说道,他不可能变得更加糟糕,但是一开始真的很疼,直到你在场上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。 本赛季哈登场军得到31,5分联盟第一,同时他场军还送出9,3次助攻联盟第二,尽管右膝盖依然感觉疼痛,但是哈登明确表示他不会缺席比赛。 今天火箭队没有比赛,哈登将会接受治疗并准备明天和爵士队的比赛。 不过哈登承认,右膝盖的伤势影响到了他在场上的爆发力。 我的移动不像平常那腰顺畅,但是我们赢了哈登说道,所以我只需要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。 罗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